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自己传承于自己父亲 我父亲十多岁已经跟我私奉闲坤 在游麻地街市探水渔航 已经在学习三展拳 学大扒、刀枪、剑棍 我老爸听我公说 学功夫因为我未出生 说我老爸很愿意学 出去玩完 人家就去喝啤酒 他又不是买两瓶可乐 上去天台做什么 找我师工 找善君师傅学东西 身水身汗 我爸又大见 以前又没有冷气 学他功夫十多岁 就已经学到人好像上了身 所以我师工很全力去教 不过以前社会有很多东西玩 我老公都说 你父亲都算了 别人去世喝酒 他又走上来 所以他学我的东西也学很多 到我爸因为伸手比较敏捷 以前在阿公身边 都是其中几个实辣实耻 以前社会说出手 说打的人 他的挂级锤 穿心脚 以前阿叔阿爸都说 你爸爸不要跟他搞 整个挂级打脚你飞几仗 这是他们说 我又不知道 但我见过我爸的弹跳能力 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喜欢运动 小学生也要取冠军 怎样跳呢 跳上丁丁摩台立定就跳 以前的栏杆很高 我爸说是2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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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说是否能跳到 那么肥 200磅怎么跳到 他一声就踏定 就跳过去 这些我见过他的弹跳力 打人我就不知道 他打我打我屁股 没出到脚 对不对 所以我见过他的弹跳力 体力很厉害 到我爸就因为 到三四十岁 三十多岁 就因为有病 很早就死了 我十多岁 临着有爸爸 在医院阿公来探他 他说 喂 师傅 你要看着我 你要看着他 交给你教 我教不了他 那么我爸 200多磅 就死了 只剩七八十磅 我公也认不了他 那林叫做 跳托菇 自此 我十多岁就跟了师傅 去学东西 那几个师傅 就会常看着我 何强 莫坤 高华这几个师傅 师傅伯就教我 师傅又教我 所以我学的东西 可以说 又是老豆教 再传 闲婚师傅教 到我挂管 1999年 我跟了师傅很久 他就认为 我也是在他门下 其中一个 会继续传承 帮手发扬他三箭 其中一个可以委托的人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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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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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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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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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